文章来源 北韩朝鲜今年10月即将迎来与中国建交75周年纪念 有消息人士透露 由中国全俄出资兴建横跨北韩西翼州与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西压路江大桥 最快渴望于中朝建交纪念日前后通车 不过考量到今年北韩加紧强化与俄罗斯的同盟关系 令北京当局感到很不适滋味 根据日媒朝日新闻与平壤当局有接触经验的中国某贸易关系人士透露 随着今年10月6日将迎来中朝中国与北韩建交75周年纪念日 主体完工10年的西压路江大桥将在9月底前完成所有必要工程 并抢在10月6日当天通车 另一名人在中国的北韩消息人士表示 辽宁省丹东市正在全面准备通车事宜 据悉虽然北韩西益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之间 本来就有一座中朝有益桥 压路江大桥 但考量到桥体老旧 北京当局与平壤当局 2009年谈妥兴建新压路江大桥 由中国全面负担工程兴建费用 2010年开工兴建长三公里 双向四线车道的大桥 从丹东市振兴区浪头镇至北韩西益州 桥体于2014年10月完工 不过即便桥体早已完工 但过去十年以来却迟迟未能通车 包括北韩段的桥面道路海关兴建等工程 则至少延宕六年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9年6月访问平壤后 北韩重启建设 但2020年初又因新冠疫情等某些因素而被迫停工 朝日新闻指出 当地贸易商对于西亚路江大桥在今年以内开通 皆抱持高度期待 不过 北韩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却令外界物理看花 因为去年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去年9月出访俄国 俄国总统普丁 今年6月出访北韩后 北韩与俄国强化合作关系 令北京当局感到相当不适滋味 因此 一旦西亚路江大桥 未能在年底前如期通车 可能是中朝关系恶化的征兆 请不吝点赞 订阅подари 地簪论 来自图 因为 感谢观看